为了让民众了解中央所拟定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 并倾听地方诉求 县府陆续也于十三乡镇市办理公开展览说明会 日前会议也来到竹山镇进行 县议员蔡孟儿当天也到场与会 而县议员邮昊另有行程 则由服务处主任石志博代表出席 国土计划是109年4月30号南投县的国土计划原则计划公干发布 109年4月30号如果国土计划圈南投县的国土计划有发布之后 功能分区跟用地的部分会在未来的部分两年里面去做研定跟拟定 我们希望有借由这次的一个地方的说明会 广纳民意 那为未来国土计划的参考 对于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 先议员蔡孟儿也提出两项建议 首先针对当中条例 日后如有影响民众居住权益时 也请建设处考量民众权益 依试价给予补助 整合都市计划可开发区 跟不可开发区 以及建筑用地 如果变更成不可建筑用地 如果说有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极力的要求 我们建设处一定要以人民的管理 来维护一定是要用我们市民的计划 来给他们做补助 也确保我们居民的一个居住的一个权利 草案中对于土地使用的区分 恐对地方茶产业造成冲击 所以蔡议员也希望相关单位 能够重视茶农生计问题 妥善来做规划 议长和尚丰也取取透过公开展览说明会 能使民众对南投县国土计划草案的条例 更加认识且能够提出建议 使草案规划更趋完善 保障民众应有权益的同时 也能促进地方建设的发展 记者卢宇凯 竹山采访报道